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Hello Della 好 大家好 袁先生 現在其實一般都市人的健康問題 都好像經常都趨向越來越嚴重化 那些慢性病就越來越普遍 也都有一些年輕化的趨向 但是我相信我們身體都是一個有智慧 很多時候其實都不知不覺之間 給了一些訊息 給了一些顯示我們 就是說我們身體可能出現了什麼問題 但是很多時候在現在現代人 處於一個亞健康的狀態之下 其實他們不容易察覺到 或者全部都忽略了這些 以為是一個小問題 其實就可能中下了一個很大的疾病 那個禍根 袁先生可不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或者分享一下 會不會有什麼身體有些問題 或者那些毛病的訊息 一些東西 可以讓我們聽眾 及早去了解一下 或者作出一個處理的方法 其實相信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當出現健康問題 往往一出現就已經太遲了 已經做不到的 比如心臟病、腫瘋之類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在疾病來臨之前 收到我們身體發出的警訊 是及吵把疾病在文牙的階段 即是想出但未出現的時候 就把它處理了 這個當然是最重要的 不要到病日高峰才去處理 我今次跟大家分享的資料 是在我們最近在網上 在一個叫做 健康快樂美國地喉村 我一直都有機會收到這些資料 好的時候 我都希望跟大家 在我自己的網台同間分享 相信有些人直接都可能接收到這些資料 但我今天就和基本上分享 這個網址放出來的很好的資料 首先我要了解 我們每個器官都有出現問題的時候 它會有些徵狀 譬如心臟病求救的訊號 就會看到眼睛有一種彎圓 即是眼睛的瞳孔 黑黑上面是有一點白白的彎 這個很多時候都是告訴我們 我們心臟的脂肪多了 或是滋疑之類 就是普遍的訊號 如果你有機會留意一下 有些人 稍為年紀大 你也會有時候很容易看到 有一個上彎彎的圓 雖然是這樣說 我亦都見過很年輕的那些 即是幾歲的小朋友 都會有的 都會有的 很多人都知道 這是腎臟問題的先兆 腎臟排水能力出現問題 好了 到肝臟求救訊號 症狀就是臉色白黑 有些人的臉是深刻 當然是有一點點黑黑的 不是因為曬黑 當然有些人的膚色是大黑的 但正常是比較黑暗的 這個原來是肝臟的訊息 血管的求救訊號 就是人是沒有什麼表情 還有是 poker face 沒有什麼表情 原來這個是血管救救的問題 即是求救的問題 好了 大腦求救訊號 就是突然間頭暈的 或者是黑蒙 眼睛大時眼前黑黑的 這個呢 其實是大腦的血管有問題的 相信有些人不痛 不多不少 都有機會看到這些 這個呢 其實是告訴你 身體有問題 好了 大腦求救訊號 除了突然頭暈 黑蒙之外 還有其他的 就是身體的某質的肢體部分 麻木或者沒有力 OK 這個第一 有時經常都會聽到一些 一些人都是說 突然之間好像就是 一邊好像沒有力 跌一跌這樣 那些事情其實呢 某個程度是一種 小型的中風 就是一種 血堵塞性的中風 或者說不流利 女兒來 或者突然之間 找不到正確的詞語表達自己 嗯 即是想說 即是深刻自己說不出 第三 或者單眼 或者雙眼 看東西不清楚 或者重影 嗯 第四 走路困難 或者失了平衡 這個都是那個大腦 是 那第五 頭暈頭痛 或者是 突然之間是一個意識的喪失 嗯 即是突然之間呆一呆 即是不知道自己蒙蒙屁屁 那這幾個呢 這六個呢 都是大腦求救的訊息 是 好了 肺的求救訊息呢 就是刺激性的咳了 OK 整天都是這樣 咬一下咬一下 刺激性的咳 那其實是一個肺部 可能是一個氣管敏感 最簡單 但是也是一個肺部的求救 來的 好了 當神經系統求救呢 就有些什麼呢 是發現你那個寫東西呢 寫字呢是變了的 可能變得細啊 或者密集了 即突然之間 你平時寫的那個筆法 不是這樣的 是啊 那這個呢 很有趣的 很多時候在銀行裏面呢 有些人簽名 是 簽了名單 那那個 即是很多十年之後 那個賬號在那裡 那發現銀行會叫他們 喂 你簽名好像有點不妥 是啊 那當然 如果你自己看到 他突然之間那個筆跡是變細了 或者是密集了 是密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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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神經系統的問題 好了 骨落求救的訊號呢 就是四十歲之後 突然之間矮了 那就是那些骨是軟了 那些骨是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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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是大概 我相信這些呢 很多人都很容易經歷過 這些始終是 這些不同系統的病 可能很多人都會 譬如好像見到面色發黑 有時候很多時候都會想到 是不是這一輪的肝有些問題 都會經歷過 或者都會有認識的 好了 那這些就是一個基本的早期 好了 那再個別來看 譬如癌症的早期的訊息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 不明原因的銷售 短期間的體重突然之間下降 往往是癌症的第一個訊號來的 是 OK 那當然了 在突然之間的銷售 在那個乳腺癌 肺癌裡面呢 是最常見的 那還有其他包括肝癌和腸癌 那如果不是你自己是運動 不是因為減肥呢 那個體重莫名減了10% 那就應該立刻去處理它了 是 那即是有幾大機會 其實有些癌症出現在身體 是 好了 第二呢 就是頻密發燒和感染 OK 即是不明原因的持續發燒 那可能是臨巴癌的癌症的先兆 或者白血病呢 亦都可以導致反復性的感染 疲雷啊 腫痛啊 或者其他流感的症狀 OK 即是你流感 出現了一次 會免疫一段時間 是的 是不是 一年半載的 但是如果你經常都是這樣 你知道呢 其實你的免疫能力是跌了 有機會呢 是有白血病啊 或者臨巴癌這些問題了 嗯 好了 體虛乏力 多數癌症都有這些症狀 例如睡覺休息都夠啦 是不是 又不是睡不到 而覺得人體很虛很疲倦的 那這個就一個先兆了 要處理了 好了 喘氣或者氣短 或者劇烈氣明顯的氣喘 胸痛或者吐血呢 倒血呢 可能是肺癌的先兆來的 好了 慢性的吸受和胸痛 OK 那類似咳嗽 或者是肢氣管炎的症狀呢 其實可能是白血病 或者肺癌的症狀來的 那胸口痛呢 也都可能呢 延伸到肩部啦 那個臂部啦 咳嗽和聲音撕啞 即是沙了聲音 差不多超過六個星期呢 那應該呢 可能是那個 小心可能是喉癌啦 甲狀腺癌啦 或者食管癌到肺癌 嗯 好了 還有第六啦 就是腹脹腹痛 OK 莫名其妙的腹脹 是應該有機會 有可能是 當心要的那個 那個卵巢牙 盤康劇烈的症痛 也都很可能是纤維柳啦 那那個卵巢 那個囊腫 或者其他生殖器官的 疾病的一般的症狀 即是突然之間 腹部痛也是很厲害的 另外呢 吃了飯之後呢 莫名的胃痛 或者腹脹呢 也都很可能是胃癌的症狀 嗯 好了 第七 慢性的胃腹熱 長期的腹熱 就是所謂的火燒心呢 那 應該當然呢 看看是否因為胃酸過多 這是最上的原因啦 那也都有機會呢 要排除看看是否吃到癌 就是你處理了肺酸的問題 但是有時候呢 你用一些製肺酸的藥呢 其實呢 其實也挺危險的 因為呢 它可能的背後呢 不只是肺酸過多的表症呢 其實背後呢 可能是食道癌或者肝癌的 嗯 好了 現在食道問題啦 譬如突然之間呢 搶癌的人呢 大多數呢 大便的次數突然之間多了 也都有一些不知原因呢 是不乾淨的 就是好像 蛇都想磨不乾淨的 磨不乾淨的 那 還有呢 如果是二線癌呢 啊 的早期痔狀呢 是大便多 和白 就是那個分辨是白色的 和很臭的 那這個呢 可能是異作癌的問題來的啦 好了 第九就是 吞咽的困難了 這些通常呢 和食道癌和後癌有關的 吞咽問題呢 當然也有時候呢 是肺癌的早期症狀之一 好了 接著呢 是黃膽 皮膚或者眼睛突然之間發黃 那當然主要考慮呢 是肝臟或者膽囊的疾病 但是也都可能是二線癌 膽管癌 和肝癌的症狀來的 嗯 好了 異常的腫塊 尤其是頸部啊 腹部啊 甲垃底啊 或者其他部分 出現的異常的拋塊 那應該看看 立即排 即是 不應該 肝臟是頸部 突然之間有些淋巴結 整天長期走出來 其實不是一個普通的問題 也都有機會是癌症的 可能是皮膚癌啊 或者那個淋巴癌啊 這樣 好了 第十二呢 皮膚呢 是那些新的斑點 或者黑字的變化 OK 皮膚出現了一些新的斑點 本來的黑字可能很久 可能會有些改變 好像有些變化的感覺 那皮膚呢 那皮膚或者一些瘡口呢 是久治不如 假來假去都不行 我們最近有一個病人呢 那他是乳癌的 那原來呢 他說呢 是幾十年前呢 他是乳部呢 是被一些滾水灼傷燙的 那如果那個傷口呢 是一直都是不好的 嗯 那現在一看回來 一看下去 是潰爛散 就是變成乳癌的了 是 那所以呢 如果任何的疤痕 結痕呢 是很容易出血的 那當小心呢 這個可能是皮膚癌的問題 好了 紙卡的變化 紙卡的變化 紙卡下面呢 出現啡色 或者黑色的條紋 或者斑點 不是白色的那些 講啡色黑色的 那要小心 是不是皮膚癌呢 或者那個紙點呢 突然之間變大 紙卡就彎曲 也都可能是肺癌的先兆 那明顯的紙卡變白呢 也都有機會是肝癌的症兆 好了 第十四了 盆腔或者下腹的痛 好了 有這一類的痛 或者盆腔 有些好像沉重的感覺 好像下醉著的感覺 那也都可能是卵巢癌的症狀 或者不孕的女性 可能會有卵巢癌 乳腺癌 或者結床癌的 家族的病歷的女性 都要小心 有沒有可能是 確診是否有乳腺癌 結腸癌 直腸癌 或者子宮癌的 那個卵巢癌的 羅患的危險 這些下腹這些 都要小心 是 好了 第十五 長期不明原因的痛 即是痛 維持四個星期以上 即是不知哪裏 要小心會不會是骨癌 或者膏癌 即是膏癌 膏癌痛 很多人對柔癌 我過去都處理過 但是 有些很可能是 因為膏癌症 肯定不是普通的痛 即是不應該 除非當然 你知道你受過傷 撞擊過 這樣就能解釋到 那麼骨癌 那種痛 是二十四歲前不會停的 嗯 即是不是一般的痛 即是現在這個就是 即是你有一個 長期 不明的原因 譬如你所說 之前有個撞擊 或者受過傷 之後 那些痛 只是不明原因的時候 而又持續痛了 四個星期以上 就應該可能會出現了 即是可能是這些癌症 是的 好了 接著就是異常出血 那尿中帶血 也都可能是尿到感染 最簡單 但也都可能是膀胱癌 或者腎癌的症狀 便秘便血 也都可能是磁瘡 最簡單 但也都可能是腸癌的症狀 女性的月經周期之間的陰道 異常出血 也都可能是子宮內膜的癌症 當然吐血 咳血 應該要小心 是胃癌 食肚癌 或者肺癌 過度的瘀血 或者出血 不止 也都可能是白血病的症狀 好了 第十七 就是 反覆的口腔癌 OK 口腔膜膜上面 包括上下唇 症狀 腿本身 牙根的問題 有固定性的潰瘍 如果經過三四周 仍然都不會好 要警惕 很可能是一種口腔癌 或者叫做白膝肆病 OK 好了 這些都是一個 大家要留意 可能是癌症發生在身上的症狀 好 剛剛已經幫我們解釋了 提供了一些 可能出現癌症的異常症狀 聽眾朋友都要小心留意一下 這節的時間差不多 待會我們回來 繼續我們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各種疾病的早期訊號 綠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綠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三個W多 H-E-A-L-T-H-S-H-O-P-DOT-COM-DOT-H-K 歡迎回來第二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今天的題目就是 各種疾病的早期訊號 如今先生 在上一節你和我們的聽眾 提及過癌症早期的先兆 出現了一些症狀 給我們的聽眾留意一下 另一個都很多人關注到 一個都市病的問題 就是血脂膏的問題 身體又會發出什麼訊號 給我們知道 最常見的血脂膏的訊號 身體出現了黃色扭 很容易見到 有些人在眼蓋下皮 好像有粒粒粒粒的扭 通常都是淺淺黃的 這是最典型的 當然黃色扭 可能在肌腱的黃色扭 手掌的黃色扭 潔節性的黃色扭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掌紋改變 掌紋的數量是多了 和範圍改變了 整體來說 還有一個是耳朵 出現了耳垂的 耳垂有一個折紋 有些人看到 年紀大一點 你有機會看得到 有一個折紋在耳垂 就是耳朵的地方 還有眼角是老年環 眼角是圍著黑色的瞳孔 周圍有一個白白的 有一個環 好像周圍這樣 我剛才說到 最早期可能只是上邊 但我看到有些小朋友都有 所以我覺得那個也未必是 但如果你看到是乘角耳環 這個通常是老年間才看到的 血脂高的症狀 還有面色的黃柳 就是我剛才所說 這個最容易看到 就是臉的地方 就是這些改變 或者這些出現的時候 就應該要去留意一下 或者是另外一個樣子 就是血管的堵塞 通常血管堵塞的訊號 第一就是容易頭暈 發困、好像健忘 好像焗一焗、很不適 頭暈那些感覺 但你走路的時候 腳痛 在醫學上叫做間歇性的破痕 這種症狀很有趣 那些人走路 走久了 整個下腿 通常小腿會很痛 他就要停一停 然後才能走回 這在醫學上叫做間歇性的破痕 英文叫做 Intermittent Qualification OK 好了 我們過去都有幾宗這樣的症狀 第三 經常出現空悶、氣短和心慌的感覺 好了 第四就是單質性的手腳突然無力或者麻木 突然突發性 第五就是皮膚變薄 腿毛脫落、指甲碎裂 這個也是血株堵塞的訊號 好了 另外呢 高血壓 高血壓 早期又有什麼訊號 好了 其實很多時候高血壓很有趣 其實是沒有什麼訊號的 所以經常叫做沉默的殺手 Silent Killer 以前很多年七年代的書 其實很可惜 中間有很多時候是沒有什麼訊號的 好了 如果早期有訊號會是怎樣呢 有一種緩雲 可能突然之間蹲下或者起床的時候發作 第二就是相耳耳鳴 持續時間較長 第三就是心貴和氣速氣短 第四就是失眠 入睡困難或者早醒 或者睡眠不踏實 容易做惡夢容易驚醒 這就是睡眠的質素 比較血壓 好了 還有肢體麻木 常見的手指腳趾麻木 或者皮膚 好像有一些螞蟻爬痕的感覺 OK 那這些真的 如果現在知道了的時候 其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會不會出現了這些症狀的訊號的時候 其實大家可能要查一下血壓 或者也要留意一下自己的生活狀況 我們其實過去一直都有處理這類的問題 我們就很簡單 但我們有一個叫微循環的治療 是 因為我們身體的血管 除了動物、靜脈 其實加起來大概是49% 其他的血液循環是靠我們的微循環 就是Capillary 微絲血管循環 我們有一個儀器幫助病人 遇到這類的問題 做這個治療 是促進他的微循環 大循環 動物、植物可以自己做運動 是 但微循環是難推動的 是 所以這個儀器是一個很好的歐洲儀器 這樣就可以幫助我們促進微循環系統 嗯 好了 如果去到腎病的時候 又會有什麼訊號給我們呢 最容易的人就是 面、眼簷、下肢的浮腫 腳、觸果等 有時候你按一按 你看到有個洞 叫Pitting ED 就是按壓的時候 它就凹了下去 這種浮腫 很多人都看到的 但看上去 以前的腳始終有筋的 有靜脈、有筋 你發現那些好像沒有了 圓了、肥了 你很明白 這也是一個腳下肢浮腫的症狀 是 好了 第二是頭痛 佛力、記憶力下降 以及睡眠不佳 這個都是腎病的 第三是尿有泡沫 嗯 有些人經常都會害怕 哎呀我的尿有些泡泡 他就會害怕 會不會有腎病 或者會不會有蛋白尿 之類的 第五是尿量變化 變少 或者變多 第五是食慾不振 早期的尿毒症患者 經常出現食慾減退 惡心 皮膚痕癢的表症 嗯 在我們經驗裏面 皮膚痕癢 很多年紀大的人 在我們那裡都有幾宗 很有趣 是 他的皮膚是沒有診的 是 是 我們看到 他是整個身體 都被捕捉了 是 他穿那件底衣 全部是血跡 他知道血那些東西 有時是洗不脫的 是 你要立即用凍水洗的 要不然那些顏色是洗不脫的 遇過很多這些年紀大的人 有皮膚痕癢 當然 他年紀大 所以功能 神功能 一定是退化的 以前 很多時候 在公園的時候 看到一些 長女 老人家 男性 公公 近腳 腳眼的地方 整隻腳都很重 甚至見不到 有腳眼 還有 可能是 他們有 痕癢的問題 是 痕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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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看到 坊間有些 痕癢的 痕癢 是 不扣人 你想想 為什麼 用痕癢 很明顯 是老人家才需要 年輕人痕癢 就是痕癢的 是 所以 老人皮膚痕癢 經常出現 其實 這是腎病的先鮮 可能是因為年紀衰老的時候 一些功能性變 一些退化都會有 肝或者腎 我們過去也處理過這類的病 有時候有些很好的痛 是療法療劑 是很有效的 好了 剛才提及過 如果也會不會有些身體 提早 未老先衰的徵兆呢 每個人都會退化 男生 有些人都會老的 但老得來 不要太早 不要衰老 老不重要 年紀大不重要 不要衰退 早衰的症狀 頭髮稀疏 很多人有 頭髮稀疏 第二 體型變半了 至少年輕人 多數都是瘦 比較健康 不需要怎樣節食 減肥 它都會傾向 還有就是性育下降 或者是頭髮是 那些慢性病 慢病 所謂慢性病 本來年紀大的病 很早已經出現了 眼睛變黃 走路是腳痛 OK 頭髮變黃 沒有那些黑雜 那些中國人應該是黑亮亮粗粗的 還有是身高下降 即是骨頭是骨膝鬆縮開始了 還有經常健忘 還有肌肉減少 你看看 年紀大和年紀大的 很明顯 年紀大的人 很明顯 年紀大的人 通常肌肉少了很多 當然 如果是一早出現 然後這裏 50歲 40歲 已經沒有肌肉了 很大問題 好啊 另一個 亦都是很多人關注了 亦都是困擾的病 就是糖尿病 糖尿病 身體有什麼信號 告訴我們 我們早期知道 糖尿病有很多 現在差不多10個人有一個 也是認為一直增加 当尿病的10个讯号 第一是明明吃得足够 点眼的体重还是下跌 即是不做肉 吃的东西不会变成身体脂肪 或者身体肌肉 视力退减,眼睛模糊 第三是伤口难于愈合 伤口之后很久才能痊愈 第五是刚吃完饭 很快就觉得饿了 血糖低是不稳定的 第五是慢性的疲劳 身体是没什么力的 第五是触步出现麻痹和肿痛 第七是夜间出现尿频 第八是睡觉当然不好 闪闪反室,不能够心碎 第九是喉咙干燥 第十是皮肤干燥和发氧 这些都是有机会是糖尿症状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炎一炎尿 如果发现这个可能性 当然炎血比较准确 但这些症状很多时候 现在真的很多都市人都很容易出现 大家都要留意小心一些 另外接着肝 肝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器官 它有什么讯号给我们呢? 肝的问题有六个讯号 第一是面色发黑 第二是眼圈都黑了 有些人觉得不够睡 但不够睡会伤肝的 为什么要早睡的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肝经都是11点到1点 所以最初十点之前睡觉 对肝氧肝是好一点的 第三是手掌发红 红薄薄的手掌不是一件好事 朱砂掌可能是肝的问题 还有鼻头发红 有些人叫红臂肝 这些很多时候也可能是肝的症状 还有是不能喝酒的 一喝酒就很容易醉 肝酵素处理酒的能力是不够的 大陆就是粉刺增多 暗瘡这些东西增多了 就是人体大的时候会出现这个症状 这些就是肝脏受损的讯号 好 然后接着就是或者是我们脑血管崩溃 就是那个是不是中风 中风 中风 这个都是一个很严重的 很受损的一个症状 第一就是无端端的剧烈头痛 第二就是很难受的缓云 整天都是转来转去 很多老人家是有的 当然老人家缓云 其实这个血管的问题 一边的麻木 第三就是眼前突然之间蒙黑 第五就是眼睛发眼 你会看到的 他说话就是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 就是你移动你的舌头 他好像不是很灵活的了 还有是经常来到咳嗽 还有就是经常打荷谦 好像不够气 整天都要打的 第八就是手掌压的力 力度下降 就是一定会试的 很多医生都是的 比三个手指的病人去捏 他的力度是不够的 这个就是退化老化现象 第九就是经常流鼻血 第十就是除了 那么第二就是天一天 整天都是眼眉眼眉 那这些全部都是 脑血管崩溃之前的 十个讯号 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容易会出现脑中风的问题 接下来真的是脑中风 这个情况下,不断打抑,不停的 第二,很容易跌倒 第三,很容易跌倒 第五,一般性是突然之间的视力不清楚 这个真的是脑中风的先号 可能已经中了 即已经出现了这些,可能已经中了 不知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是脑中风 现在我们讲了,身体其实有很多毒素 如何维持,而去到超标的时候会出现了什么问题 整体来说,我们之前很强调 很多病毒素内聚,营养不良 身体上的毒素超标有八个讯号 第一,就是皮肤痕氧,无端端的痕氧,未必有疹 还有,或者面部是想痘痘 当然,年轻的那些是荷尔蒙 年轻的那些都有长,身体的毒素超标 舌头是长期溃养的 当然,也有机会是食物敏感 有时会遇到这些,我先处理有没有食物敏感的可能性 第四,便秘 毒素,我们洗肠很强调的便秘 等于身体的毒素,令到身体的毒素增加 毒素增加,也会导致便秘 接着上火,常常觉得个人很容易热气 中国人就是火毒 接着,就是黄蝶斑 身体有很多斑点出现身上 第七,就是肥胖 不是因为过食的肥胖 还有,是慢性的胃炎 这些都是一种身体毒素超标 但是,亦都是个别来处理它 亦可能是因为整体毒素的问题 好,这样子 那一轮,袁医生帮我们分析了 亦都提醒了身体 在早期的疾病的时候 发出了什么讯号的时候 希望大家的听众多加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 是会给到什么讯号 我们自己,而作出适当的调节 比如说,胃口不振,想想 原来,人家看到你又觉得你好像面黑黑的时候 再朝着一刻看看,原来这一轮 都是,经常看手机 那些东西,夜了睡了 影响过肝脏了 出现了那些面上,出现那些痘痘的时候 不是说一些年轻人 寒乙的时候,所出现的问题 又加上有便秘的时候 其实我们那碗腸水疗 是一个好好帮大家排毒的工具 运动也是很重要的 健康的饮食也是好的 我们讲求身心灵健康的平衡 好,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很多谢袁医生和我们分享了今天的题目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就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好,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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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